就是說這些公式把它複製 但其實麻煩的地方還是要向下填滿 所以將來如果以這個工作表越多的時候 當然你就有必要把它改成VBA 那改成VBA的話好處就是什麼事都不用做 清除之後有沒有按個考評 它就全部都OK了 也不用再像剛剛還要按SHIP鍵選取有沒有 然後還要再把公式打勾 打勾之後還要向下填滿 那填滿還要個別填滿 而且如果漆欄還算少 如果這邊有假設超過很大的數量的欄數 那你每個每個都做一遍 其實也蠻累人的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資料量越大的時候 那理論上應該就要用比較有效率的方式做事啦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改成VBA 那改成VBA這個時候可能就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如果跨工作表 當然我建議啦 如果假設你還沒有跨工作表概念的時候 你可以先寫一個工作表 然後第二步呢 再把多工作表的功能加上去 不然的話你一次要兩個都寫上去 對你們來說太困難了 所以也許我們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把七個欄位的公式 把它怎麼樣放上去 那放上去的話也許我們就寫兩個sub 因為兩個按鈕嘛 所以將來兩個按鈕對應的就兩個sub 那寫的流程我前面講過嘛 一一樣嘛開發人員 對齁 二的話呢一樣VO basic 三的話呢就是在這邊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把程式寫上去吧 大概就這樣流程 那我們寫幾個啦 因為這個已經有的寫好了 我先把那個跨工作表的部分先拿掉 然後把它做成前面裡面應該比較寫過的東西 那這裡的話我是先寫一個叫forI 因為我是針對這個工作表 所以我們先不要管後面工作表 我們先針對這一個喔 那我先寫清除 因為清除最簡單嘛 清除的話應該還記得 sub清除enter一下 對齁 然後呢 這個地方它會自己加entersub 然後再寫什麼 寫那個就是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話呢 當然我們這邊寫成forI等於第三列 有沒有 到最下面一列 那理論上喔 當然我們之前是寫A1向下追蹤嘛 不過A1向下追蹤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它是跨欄至中喔 有沒有 跨欄至中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問題 它跳不下去 所以以後你看到那個兩列合併的喔 沒辦法用A1它會出錯 所以記得喔 這個我把它改成從A3向下追蹤 所以游標放A3Ctrl向下 就得到40這個數字嘛 再帶回來 所以你會說老師 那可是我什麼時候知道說 用A1什麼時候用A3喔 其實我的習慣是 如果我用A1的時候 向下追蹤 就是Ctrl向下 如果失敗喔 那就表示不能用A1了 OK 你就自己滑鼠點下去嘛 Ctrl向下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放A3Ctrl向下 那可以的話 那你將來寫的程式也一定可以 因為其實我發現這兩個是 同樣一個是滑鼠鍵盤的動作 一個是程式啦 程式就寫成這樣就對了 所以對應關係 A3Ctrl向下 這個有點像Ctrl鍵喔 這個有點像向下嘛 那取得的列就是這個數字 把這個數字帶過來的意思啦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最好可以用理解 然後不用死倍 但是最好是能夠 將來自己打都打得出來的話 那應該你會越打越順手啦 只是說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熟悉它 那再來就是總共有幾欄呢 總共有7欄嘛 所以我們就分別把 B D E 有沒有 一直到N嘛 KL M M OK 然後呢分別把它寫成這樣子 B 就是我是這樣啦 把它先寫一個對號 貼貼貼貼貼貼 總共有7個欄位 那後面的話呢 通通就是給它什麼 給它這個空白的 這樣就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 把這個公式喔 把它複製 有沒有 然後呢再把它貼到底下去 然後改一個名稱叫考頻 那分別再把那個公式有沒有 填到這裡面去 就OK了 所以我底下這個已經寫好了 我先把這個 把它做 OK 我寫一次好了 這個是多一個變數啦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這樣寫 怕同學看不懂 OK 不過反正應該知道就可以了 然後我一樣 把這個縮排喔 按Shift加Tab 讓它凸排一下 那同樣的道理啦 我把上面的這一 這個公式喔 把它複製貼到底下 然後改成考頻 然後再分別怎麼樣 把這個後面的公式喔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的話一樣嘛 這個複製 然後記得取消 取消才有辦法貼過來 你沒有取消沒辦法貼過來 再來的話就是會有個問題 它的公式喔 有一個變數需要改 哪一個要改 其實你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點下一個儲存格 大概就知道了 有沒有 3變4嘛 4變5 那就是這個啦 就這個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3 改成I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 前面應該做很多遍嘛 雙以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 控格 控格 好 這樣就做完了 另外的話 其實這個喔 如果你定義名稱 我覺得有個蠻好的地方 就是你什麼都不用改 真的 甚至你說 老師那以後呢 我是不是把這個名稱 也給定義成單位的話 那我以後是不是直接把這個當成單位 先把後面用單位 是名字一樣 不能用單 對 名稱不能一樣 那可能要取別的名稱 可能就取一個另外一個名稱 比如單位2之類的 反正以後呢 如果這個地方改成一個名稱之後 甚至連那個I的部分都不用改 不知各位懂不懂這意思 比如說假設這個好了 我把它定義這個範圍喔 比如說我把它定義成叫做 不能用單位嘛 也用了 所以用單 單位2好了 可以加一個數字好了 好 那用這個 單位2代表它之後有沒有 那我之後呢 公式 我看 不對 因為我要抓了 應該是邊 這個應該抓這個吧 所以這個應該是邊 邊號沒關係 所以我要定義這個好了 這個叫邊 這個底下的範圍叫邊號 那除了說可以用那個方法之外 還有一個方法 連名稱都選 A1 A1一直往下選 選到底有沒有 上面就是它的名稱 下面就是範圍的話 那你可以用公式裡面 有個從選舉範圍建立 叫頂端列 頂端列就是它的名稱 這樣比較快 不用打字喔 按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就有個叫編號的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用第一名稱應該不恰當 因為每一籃好像每一個工作表都一樣 不過我只是舉例啦 就是說 如果假設只有一個工作表的情況下 那我們其實喔 像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是用A3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F3 直接把它改成叫編號 打個勾 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那如果將來喔 如果你通通改成名稱 剛剛我們不是把這個公式複製貼過去 去改那個什麼 改這個A有沒有 那如果你假設連那個也改成 它的名稱的話 那其實喔 你就不用改了 OK 應該這個是指這個意思啦 好 那我們假設其他都做完了 然後我們來run一下好了 所以喔 這一個頁面喔 我把它先清除好了 不過先確定一下公式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 但是這個公式我好像有個地方不太一樣 我這邊好像是用那個 相加除以3啦 那剛剛我是用Average 不過結果一樣就對了 好 那我把它試著 亂一下 先清除 那清除的話呢 就是7個欄位就清空了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把公式再丟進去 看一下結果 會不會OK呢 也OK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七個 所以將來你也可以做按鈕按下去 有沒有 然後考評 但是目前看起來好像清除也沒那麼慢啦 可是如果說你有四個工作表 真的會越來越慢 所以如果以這個地方來看 清除可能要把它改成用Range了 可是問題喔 這個Range指的是連續的範圍喔 但是你會發現它好像被切成3塊 所以變成如果Range要清除的話 那你就要改成3個Range了 3個Range把它個別清除就OK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VBAD階段先完成好不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